对,你刚才说风水呢,肯定是郭县精挑细选的地方,那肯定是风水很好的地方 好,我们一起跟导哥去看一看 都是一百多年前留下来的 所以这个建筑呢,应该是,就是整个这个庄园是1905到1907年就是建成的 然后呢,这个屋主呢,就是建这个庄园的呢 他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George Crocker,他是美国这个工业革命时期 也就是杜金时代的一个铁路这个大亨的儿子 所以他跟他太太那时候呢,其实他们家是住在这个曼哈顿 64街和第五大道 但是呢,他的太太这个Emma觉得纽约的住所太狭小了 满足不了他们是接待很多这个宾客呀 举办一些社交场合的活动 所以他们就建了这个庄园 所以看来这个并不是居家用的是吧 对,不是,他们因为上流社会嘛 他们有一些很私密的一些这个交流啊 或者勾兑也好啊 就是各种场所 他可能有几十个或者上百个这样那个私密的这个聚会 对,是 是从最开始建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性子 对,那那个导哥 我听说这个建筑呢,已经被这个美国国家的这个历史 收为一个这个建筑保护的一个基地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要我们重新翻修啊 这个基地,当时我还记得很多战友 就是南野心中的一种感动 因为我们知道郭先生现在还被非法关押 但是他在两年前,他就想到了要为这么多的战友 就找一个基地 但是这个您觉得当时郭先生找这个基地 他就是这个基地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 因为一个当然是战友聚会的地方,是吧 因为我们很多战友 3C不够大,对吧 对,对,不够大 然后未来有很多的战友可以过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年轻啊 然后这个GCUP会员 年会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会员小范围的一些活动 当然也包括新东联邦的这个 这个铁血组,农场组开会啊,联盟开会啊等等的 就未来就可能小范围的这些活动都会在这边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郭先生过去讲过的 就万一有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就避难的场所 这也是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你看上次500难过来的时候轻轻松松 实际上这个地方可以容纳几千人的 哦,是的,是的